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故事 这是出在《说一切有不虑》里面的 不多见 不多见的故事 习惯上大家都说 禅师是不读经的 不立文字 所以不读经 别人要读经禅师就合适你 其实这个话你不见得是对的 那么禅师有语录上有句话 就是说 一个无贤秦微思谈得妙 这个秦本来是有贤的 但是这个秦没有贤 没有贤没有贤 但是你谈的无贤的秦谈得很妙 这个无贤秦这件事就出在《说一切有不虑》 我们没有看没有独立的话 没有读到这一段故事的话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禅师说出的话就是妙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贤秦的谈得妙 不知道 但也可能这个禅师开悟了有大智慧 不需要看经论 他就会说出这种话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 有可能不是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故事 这个天的婆王 是叫做善爱天的婆王 他当然也是实在欢迎的作业的一个神 这个实在欢迎这个人 这个性格非常慈善的人 他就和这个善爱天的婆说 说现在天上的这个释迦摩尼佛 现在他要到阴间去了 他要到阴间去成佛了 那么他现在要走了 我们大家就可以去送送他做卫护好不好 这位善爱天的婆 他说 他说是你先去好了 我在这里弹琴 他不来 等到习大太太降生了 那么这个实在欢迎又说 又向这个善爱天的婆说 说是现在这个 习大太太降生了 很多的天啊 神啊 都去慰护去 你也可以去吧 说不不 我还是在这弹琴 他还是不来 等到佛又是转法轮子啊 这些殊胜的事情 等到最后佛要入涅槃的时候 这个每一次实在欢迎 还是劝他 说是现在佛在说罗双树下 我在那里要入涅槃了 很多的天神都去 去听佛说话 说你也去吧 说是你先去 我还在这弹琴 他还是不来 我来这个时候 这个释迦牟尼佛 握在那个树下 就说了 实在欢迎这好心的 劝他来 他不会来的 他不会来 这个虚伐陀螺 他肯他会来 但是这位善爱千太婆 他不会来的 但是这个人 这个千太婆 还是有善根的 还是可以度化的 于是乎 释迦牟尼佛 我们表面上看 他背痛 腰痛 握在那里 但是他这时候就化现了一个千太婆 也化现了一个琉璃的 琉璃是青 是空火 那么就 就到这个千太婆王子 到他的宫殿这里来了 来了没有离开 就进去 他有守门的 这个佛就在这里 就说是告诉我守门 你给我通知一声 那么这个千太婆在里边 还在那儿弹琴呢 听说外边人说是有千太婆来 不是太愿意出来 也就出来了 出来开个门 你是哪一位 你是千太婆 是的 说是好 请你进来 我们两个弹琴 那么佛就和他进去了 这个群子有一千个仙 这不得了 那么大家两个千太婆就对谈起来 这个善爱千太婆谈得好 琴子谈得好 但是不能说比佛谈得好 谈谈的佛就是弄坏了一个仙 但是照样还是谈 那么这个善爱千太婆也是弄坏了一个仙 就是弄一个仙 两个仙一直把这个仙弄断它 谈到最后弄还有一个仙 有一个仙的时候谈出这个音声啊 和一千个仙一样 还是很美 而那位善爱千太婆也是 那谈到最后佛就把那一个仙也弄断了 还是照样谈的 谈的还是更妙 那么这个时候善爱千太婆不行了 不能谈了 没有仙来的时候不能谈 善爱千太婆就感觉 善爱千太婆 我因为世界上只有我谈的是最好 现在今天才知道 说这个千太婆谈的妙 这么这个高傲心啊 这个骄傲心就低下来了 说是不应该高傲 我对这个人哪有特别 应该恭敬他 他这个心意生出了恭敬心的时候呢 佛就不谈情了 就献出来本来面目 献出来是佛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他一看是佛 是十的欢迎 然后劝我去见去 我哪也不去 现在佛慈悲啊 亲自来看我了 这个又生欢喜心 又生恭敬心 佛那个大光明的境界 当然是特别了 那么他就向佛定理 就请佛说法 佛就为他说这个苦极灭道的道理 他得虚度欢国 得了虚度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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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动的归一佛 我进行说归一佛 归一法归一圣 又自动的受了五戒 做了佛教徒了 佛又为他说了一段佛法 佛就忽然间就不现了 又回到涅槃这个地方了 所以佛临涅槃的时候 杜华最后的弟子是须巴陀罗 在须巴陀罗以前就是善爱千代婆 世界上的人 连神天也是一样 有的人他也能来看佛来 也能见佛来听佛说法 但是听法归听法没有得到利益 而这位善爱千代婆 就是欢喜谈情 而不愿意去来见佛 结果佛的大自卑来看他 他能得圣道 有这么回事